你很奇怪 你在这里坐了三天 我不见奇异妄念 没有看到你奇异妄念 这什么缘故啊 云无禅寺好奇 平常很少说话 遇见了凡先生 给他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 不容易啊 这个也是特别的缘分 我们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 人与人之间 确确实实有十几英语 供入印度 这做了供生了 到印度到北京 到北京 当然也许想看看 那一边的国家大学 我想他一定是去 两个大学都去了解一下 选择到底在哪里读书 这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到底 留尽一年 终日尽作 不约文字 为什么呢 一生都是命 想什么都是妄然 所以把妄念呢 给他止住了 这个实在说 他是被命运所拘 无可耐火 我们看了凡这个情形 也值得同情 也值得可怜 即死归 这是第二年 第二年 从北京 回到南方来 由南荣 这个时候 廖凡先生 三十五岁 南荣就是南京的 国资建 可见得他调查 搞得清楚了 他选择南京的 这个大学 想到这个学校去念书 未如今 还没有上学 在没有上学之前 先访云谷慧禅寺 没有上学之前 听说 这个七霞山 七霞山在南京 现在南京有个七霞寺 那么他到七霞山 去访问云谷禅寺 云谷是大四的号 他的发名叫做法慧 所以此地称为他 做慧禅寺 这是尊称他 云谷禅寺 是当时佛门的 一位大德 一位高僧 这个时候 云谷禅寺 已经是69岁了 廖凡先生35岁 云谷大廖凡35岁 廖凡35岁 去见他 那么这也是同一次遇见 我们在后面传记里面看到 云谷禅寺的行仪 他的道风 他是一个真真开悟的人 虽然很年轻的时候出家 出家的时候 也跟现在一样 做一些金灿佛寺 但是那个时候金灿佛寺 跟我们现在性质完全不一样 后来他觉悟到 出家干这些事情 与辽生死出三界不相干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出家的 这个出家就等于说是 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 所以生死死大了 19岁 他就去参许 寻死防盗 以后他确实成就了 开悟之后 他在寺院里面 涛光阴晦 专做酷刑 别人不愿意做的这些苦工 他做 以后 有一些地方上的民事 官员发现他 这是个真正有道的高僧 所以就帮助他 希望把这个七峡山的道场恢复 他老人家无异于明文立阳 他介绍另一位法师 去做主持防长 道场复兴之后 他在山后面 很隐秘的一个地方 建了一个 小修行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天开炎 人极寒至 他一个人在那边苦休 我想廖凡先生去访问 一定的是在这个所在 天开炎一定在这个所在 因为法师已经69岁了 法师是七十五岁 元吉 也就是1575年 这一年 廖凡先生41岁 所以廖凡先生跟他见面 于大四元吉这个时间并不很长 只有七年 我们想想他一定是住在 七峡山 这个天开炎 大四 平常接种 不管哪个人去访问他 他总是丢一个铺团 叫你坐在那里 叫你参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一句话都不说 一天不讲一句话 都在定中 廖凡先生去参访他 大概也不例外 你看 于七下山中 对坐一时 反三昼夜不明目 跟廖凡先生呢 他们坐在禅堂里面 三天三夜 一句话没说啊 云古闻月 凡人所以不能做圣者 只为妄念相缠儿啊 特别是修行人 修行人 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妄念太多了 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 你这个心定不下来啊 你很奇怪 你在这里坐了三天 我不见奇异妄念 没有看到你奇异妄念 这什么缘故啊 云古禅师好奇啊 平常很少说话 遇见了凡先生 给他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 不容易啊 这也是特别的缘分 我们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 人与人之间 确确实实有十节应援 他遇到了 云古禅死 这才开始转变命运 裂命之学啊 是云古禅死 传授给他的啊 约约 无为孔先生算定 勇辱死身 皆有定数啊 既要妄想啊 也无可妄想 我早年念到这一句 我想 廖凡先生呢 这个时候 是标准凡夫 也不错 一生 按照命运 去过日子 到五十三岁 十五中正勤 一生 没有大过失啊 来生 肯定不堵三国道 标准凡夫啊 他的命运呢 被孔先生算定了 荣辱死身 皆有定数 这个话同时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不例外啊 凡人 只要 你有念头 你就不能 没有数啊 也就是说 你就不能 没有定命 只要你有妄念在 如果没有妄念 那你就超越命运 那你就超越命运 廖凡先生 虽然能够改造命运 他只能改变 他不能超越 云古蝉死 了不起啊 为什么没有把高一层的 超越命运的 这个方法教导他呢 这也是要关机受教 看看 廖凡先生的 本质 他的天赋 这些 有道德的高僧 都有能力 观机 看理 是上根 还是中根 还是下根 应急说法 所以 一切众生 遇到这些高僧 没有不得利 那我们看看 廖凡先生 他是中人的根性 他不是上根 他是中根 对中根 当然不能够说上法 说上法 他不能接受 所以说法 切记 比什么都重要 法不切记 等于是 闲言语 这是佛经上说的 这闲言语 用现在的话来说 废话了 别说了 所以必须要切记 切礼 我们要深深相信 任何一个人 都有命 都有一个定数 只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在这一生当中 你必定是 盲目 目数啊 辽凡先生呢 他被人算定了 他清楚啊 他这一生 他所行的方向 目的 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他只是照着命运走就是了 我们可怜的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所以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啊 盲目在目数 如果随顺烦恼 目数当中还会造许许多多罪业 这些罪业损我们的福报 解我们的寿命 一般讲 遮受啊 遮损我们的寿命啊 这种情形 在今天社会 可以说比比皆是 如果善根福德 深厚的人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但是心地善良 没有 非非之想 存心 行事 都能守规矩 不做上天害理之事 不做生人利己之事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必定被替自己政府 替自己 证受啊 不知不觉当中啊 得佛报 但是 现在我们的社会 大环境不好 这个是 古今中外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大环境啊 人是凡夫 不可能 不受环境的影响 环境不善 我们天天被不善影响 换一句话 我们造不善业的机会 就多了 而且不知不觉 在造你 这个事情 很可怕 我往年 求学的时候 李老师 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不是给我一个人说 上课 跟我们大同学们 一起讲的 他讲到 从前 这是古时候 有一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 逆人的命案 儿子杀父亲 这个事情 在从前不得了啊 这大事情啊 这个事情 上报给皇帝 当然 他这个儿子出事心 皇帝下了命令 这个地方的县长 彻职查办 县长犯了什么故事呢 这个地方是你同志的区域 是你教化的地区 你怎么教化这样一个 大力不道的人 你教育失败啊 县长彻职 这种行政出风 还其次 朝廷下命令 那个时候 这个县都有城 都有城墙啊 把城墙撤掉一个角 皇帝下命令 城墙撤掉一个角 这什么意思呢 你们这个县处了这样一个大力不道的人 是你们全县人的耻辱 现在我们在报纸杂志上常常看到 杀父亲杀母亲 太多了 你看看古时候的教育 跟现在的教育 一对比 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古时候 社会能够了 社会能安定 长之久安 人民确确确实实过到幸福 美满的生活 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 无论是富贵 无论是富贵或是贫借 有亿万财富的人 他活得幸福不幸福呢 没有幸福 他快乐不快乐呢 他没有快乐 他生活得很可怜 那说的不好听的话呢 不是过的人的生活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有没有去想过 这个里头都有定数 定数我们每天 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有加减称处 加减称处的幅度不大 大概距离你的这个明书 不会超越太多的 一般算命看相 都能算得很准确 如果 我们的 我念善念 善行 我心 幅度很大的话 你有大善 或者是有大窝 就把你的定数改变 如果你有大善 你命中不好 他会变好了 如果你造的是大窝 你命里头本来很好 会变坏了 凡人 在所不免 尤其是在 现代的社会 现代社会 没有一样 不得诱惑人 人心 怎么能够定得下来 今天修道 今天做学问 不容易成就 能在这个时代 学业 道业 有成 都是 相当的 善根 福德 应援 如果没有 相当的 善根 福德 都不可能 你有善根 你能够明理 你有福德 你才不动心 面对 面对 所有一切 诱惑 不会 起心动念 这是真功夫 这是 真的福德 所以 古时候 古大的 学校 教学的场所 佛门 修行的场所 为什么要 选择在 山林 人 即 罕至 之处 实在讲 他的目的 无非就是 避开 社会的 诱惑 让我们的心 容易定下来 而已 现在 难了 我说 佛 讲经 虽然这么多年 佛教 许许多 多多的 道场 我都没有去过 在中国 我只去过 九华山 去过 国美山 而现在 这些 道场 公路开上去了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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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方便 以前很不方便 我小时候 我是 安徽人 我的老家 在 陆江 距离 九华山 不算太远 但是 从前 朝山 要走三天 现在 七天 三个小时 从前 要走三天 真的要有诚意 还有人 三步一拜 那 大概 差不多 要走 七天 到十天 从我们家乡 很虔诚地 拜到 九华山 选择这些地方 无非是 交通 不方便 游人 不方便 不习惯 人家到这来 我们这个环境 宁静 不要被人破坏 现在 开上马路 这个寺庙里头 都装上电视 就完了 这个人物 已经到家里来了 现在修到 难了 太难 太难了 所以我在国外 这么多年 一直到 今年 我们在选择 澳洲图文巴的 小城 山上 山城 这个小城 人口只有八万 而且 这个地方的人 非常保守 在现在讲 是很难得的 做学问 修道的 一个好环境 不能悬着 在都市 都市诱惑力量太强了 没有定力 决定不能成就 花花世界 你怎么修行 我1977年 在香港 讲经 亲那边的 同修们告诉我 这法师 虚人老和尚 曾经 到这个 香港 香港同修 要挽留 老和尚 定居在香港 老和尚说 这个地方 花花世界 不适合 修行 所以 住了没几天 就回到中国去了 为什么呢 诱惑力量太大了 名利心太重了 不是一个修行的出所 如果上一要像是 廖凡先生呢 那这种心态 那些 他已经知道 自己命运算定了 打妄想也是 恍然 他心定下来了 这也说明 云谷禅思就哈哈大笑了 我代入是豪杰 原来只是凡夫啊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 什么叫豪杰 一般人做不到 你能做到 这个人就是英雄 就是豪杰 三天三夜 不起一个妄念 不是普通人 能做到啊 了凡先生能做到啊 在一问什么 人命被人算定了 打妄想也枉然 这样才不打妄想了 这是反复 这是个标准反复 我们要知道 从这个地方 要真正醒悟过来 看看云谷禅思 怎样开导他 怎样教化他 怎样把他这些错误的观念 扭转过来 这是真实的学问 辽凡先生能接受 是他的善根 佛家讲善根 是能够明了 能够依教奉行 深信不疑 依教奉行 这是他的福德 有善根 有福德 又遇到这样好的 善知识开导他 这是因缘 善根 福德 因缘 三个条件具足 他成就 他能够把他的命运改变 道理在实地 我们今天讲到实地 阿 honoring 阿拗佛 阿拟 阿拟 陀佛 阿拟